透過空拍畫面 河道旁一整片高攤地 被產平整地過後 已經撒上肥料 範圍多達20公頃 一下雨 其實這些肥料的 這些都是沖到水裡面 實際到現場地上 還有好幾包的肥料袋 而且發現地上的土方 很明顯已經被加入了外來土 就是很明顯的是外來土 混這些 桌水溪的 可以還是不可以 沒有明文規定 NGO團體質疑 河川高攤地遭到爛啃 加上外來土方的堆製 會帶來其他物種 影響原本生態 也提供畫面比對 原本南投級級一帶的 沙水溪右岸 2022年從地圖 衛星影像 還看得到茂密的林地 到了今年5月 足足20公頃的賓夕林帶 卻整個被鑲掉 成了農耕地 NGO團體更質疑 地次河川分属 原本說是因為發現林地 有外來種銀河歡 所以要整地清除 後續又開放給民眾 申請耕種 結果被堆製了土方 反而有外來種入侵的疑慮 NGO團體補充 這條河川兩側廊道 還是石虎重要的棲息地 高攤地被破壞 剝奪了石虎藏匿和食物來源 土方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允許它 所以我們已經有派諸位景 去跟他們做取締記錄了 要限期它做一個移除 第四河川分属補充 5月13號有邀籍學者專家 召開會議取得三點共識 會要求成租人 種植地要保留野生動物通道 和棲地 耕種行為也要符合友善種植 但還是遭到NGO團體質疑 放租許可的審核標準 令人匪夷所思 TVH的陳佳貴 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